市場焦點除了數據外 還有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 禁止美國企業和TikTok無公司自節跳動 以及微信無公司騰訊交易 在美國買賣的中概股表現如何? 家衛和Fish說 普遍都是下跌的 先說騰訊ADL跌超過半成 騰訊最新跌6.5% 做67.84美元 阿里巴巴最新跌3% 做256.87美元 京東方面最新跌3% 做62.96美元 近期還有百度 跌1.9% 做123.11美元 近期做得不錯的 還有科技股 早段也有回落 蘋果公司最新跌1% 做450.74美元 看起來微軟 也是跌0.7% 做214.73美元 最後還有英特爾 也是跌1% 做48.16美元 不高盛 因為要為一馬岸增加撥幣 令上季盈利大跌8.5% 不高盛 現在最新跌0.5% 做203.3% 其他金融股方面 摩根 士丹利 也是跌 做49.39美元 另外還有 摩根 大通 也是跌 做97.07美元 看花旗 跌0.7% 做50.47美元 旅遊網站 Priceline booking.com 以及Kaya的控股公司 booking 上季收入大跌 9成1 每股虧損10.81美元 好過市場預期 booking 現在最新是升1.7% 做1,781.61美元 而 ChipAdvisor 上季 每股虧損76美元 比預期差 但收入也好過預期 ChipAdvisor 最新是跌3.85% 做20.74美元 網約車公司 Uber上季的交易金額 大約加一倍 不過收入也跌2成9 結束長達10年的升勢 正虧損接近18億美元 Uber最新也是跌超過半成 做32.63美元 看看競爭 對手 Lift也是跌6.05% 做30.38美元 轉看看匯市方面 美元上升 歐元兌美元 最新是做1.177 美元兌日元方面 做105.94美元 今屆有回途 看現貨金方面 現貨金最新是做2033美元 紐約旗油方面 跌1.1% 做41.47美元 交回到Jason 然後再次回到 我們下期待 我們下期待 感谢观看